大家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聊啊,阿姨爱我们汉语的这个发音和相关的这个文字 那么其实我们汉语啊,发音不多,四百多个啊,文字很多,所以呢,每一种发音都有很多的文字 那么我们呢,在跟大家分享的过程当中呢,主要的就是调节一些主要的啊,我们经常用得着的,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些文字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再一个呢,其他一些偏远,生字啊,我们也没有必要,我们日常生活也用不着 只不过是我们祖宗啊,在这个文化发展变迁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差池啊 那么这个爱这个这个发音的字呢,起源于就是人的叹气 我们前面讲了阿啊,这个阿代表了好多含义 那么慢慢呢,就增加一些这个发音啊,其中爱就是 那为什么爱也是呢,因为我们人啊,有情绪有波动啊 嗯,情感有辩毛啊,有喜怒哀乐啊,这个爱 那,其实这个爱呢,也是自然的,其实是人的一种本性 嗯,不光我们中国人,包括其他民族的人呢 在这个,呃,也有叹气的时候 叹气呢,就是,哎 就是,哎,就是爱的意思 那么,人为什么会叹气呢 那,就是,心里感觉,呃 不安,不舒服,呃 呃,呃,悲情,呃 呃,这个惋惜,等等这样的,这个 感觉的时候,就会叹气 所以就,哎 那么,这是很普通的,呃,叹气 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那么,确实呢,人的还有一种情景 生活当中,就是 同类啊,忽然不能动了啊 原来能,能发生啊 还能,有动作,很滑稽 忽然呢,就不能动了 这就是所谓我们人生的死亡 那么,生老病死啊 这个死啊 呃,这是,规则是 人人都要面对 所有有灵性,有血迹的 都要面对,就是没有灵性 没血迹的,就是所谓的物质 也要面对啊 这个所谓的物质的死亡 那么,在有同类啊 呃,不能动了 死亡了 其实我们的心境都一样啊 悲从心生 从本性 油然而生起一种 这个 痛感啊 悲感 或者是惋惜啊 或者是说 怎么说 那个 伤感啊 就是 跟这个 高兴啊 就是情绪低落 所以呢 就是 哀 就是叹气 就变成哀 就是悲伤嘛 所以我们有那个 哀 哀的哀 因为悲哀 产生的这种哀嘛 叹气嘛 那么 这个惋惜 呃 这个 悲情 这个 跟这个 这个 这个 所谓的 喜乐的情绪 对应的啊 那么 这 为什么会这样呢 呃 因为 呃 我 这个 失去生命的 这个同类啊 那当然了 是自己的亲属 自己的父母 自己的长辈呢 那肯定这是有 其实对 同类呢 没有亲 亲所谓亲情 或者是 那个 也会有这种感觉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在一起 长时间的生活 我们现在这种感觉 也有我们 的邻居啊 我们一个社区的 某一个人去世 我们往往也会产生 这种悲哀的啊 这种 啊 情绪 这种感觉 这种伤感 啊 那么 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大家平时 能够相互 关照 相互付出 劳动 啊 相互帮助 相互扶持 甚至于呢 一起 起居 那就是一个家庭啊 在这个生命当中呢 那个付出啊 付出自己的劳动 啊 那么这些是什么呢 啊 就是爱 就是 是这个 另外一种啊 付出啊 感情啊 这一种流露 所以呢 就有爱心的这个爱子啊 那也是爱 啊 就有了这个爱 所以那个这个爱子里头有心的啊 你是从心发展起来的 那么是由于 就是悲哀而的原因 就是爱 因为大家都这样相互 所谓的有感情了嘛 哈哈 嗯 有了这种情感啊 朝夕相处 不一定地都不见才都见嘛 一个村啊 一个山沟里头的啊 一个社区民居 那么都是 有这种啊 那就是由于爱而产生的这种悲哀的感觉啊 这种悲情 所以呢 那付出啊 分享 喜欢啊 嗯 赞美 等等吧 啊 就是爱 这当然是同理 或者不同理 对物也是如此 那么爱子 由这个东西慢慢发展了啊 很广泛的一些含义 这个含义有多少 大家自己去查字典 那么就源于 这个悲哀的情绪 是由于这些 啊 情绪的发展的一种反应啊 就所谓的爱 那么这个爱啊 那么也是这个发音 那么爱 其实呢 是一种所谓的 主动的成分 就和教学一样啊 你是施语啊 称之为爱 这种喜欢啊 赞赏啊 关心啊 这个 这个 扶持啊 帮助啊 舍心处地的去考虑啊 等等 这是一种付出的行为 那么这个 这种行为呢 还有一个接受的方面 你有付出的 就有接受的嘛 那么接受的是什么呢 就是爱啊 所以这个 接受 就是爱啊 被爱啊 那个被 被动的方 那么就是 爱 接受的意思 那么接受本来呢 是这种 好的这种情绪啊 情感的这种接受 由于文字的变迁嘛 慢慢这个 接受啊 这个爱 接受爱 爱啊 就爱 爱爱爱爱 就是接受爱 那么也是爱 爱 那么你接受呢 九十九十 因为你是 爱是接受的意思嘛 祖宗在这个 文字变迁过程当中 慢慢啊 这个爱子就 爱打的爱 爱板子的爱 那就成了 接受的意思 接受了呢 不光是爱了 啊 他主要流传下来 就是接受的意思 那么接受 当然不光是好东西了 还接受人家的食物啊 接受人家的礼物啊 接受人家的赞美啊 接受人家的关心啊 接受人家的这个 同情啊 等等 那么当然了 因为你有接受的意思嘛 所以也有 其他的啊 所谓的 不喜欢的东西 什么爱打呀 爱板子呀 爱训呀 也是这个爱 因为你是接受的意思嘛 所以我们说爱打 那就是接受打 爱板子就接受板子 那为什么接受板子 把打扇上去 那么所以爱 这个爱训 因为训嘛 你是接受人家的训斥嘛 所以这个爱 有接受啊 这意思 那么这是爱 那么爱呢 爱打的爱呢 也有这个 这个 另外一个 好几种写法了 都是这个意思 那么实际上 这个爱打的爱呢 还有一种 爱的 禁的意思 为什么禁呢 因为像这种 接受人家的这种爱 那么你为什么能接受呢 那肯定是因为距离近嘛 所以就近的意思 那么近后来就叫挨门 挨户 就是跟自己距离近的 挨着门 挨着户 挨着洞 挨着如何如何 就是很近 所以呢 有近的意思 因为你是接受嘛 所以慢慢就有了挨 也有接近 临近的意思 因为你远了 你不可能就接受人家爱 接受不了嘛 所以那近才能 挨 才能接受 所以爱呢 也有 接着挨个的 一种意思 这是以后的演变 最初就是有这种 萌萌的含义在里头 那么后来演变 就比较详尽了 所以演变出 其他一些挨子 那么在这个 付出爱的过程当中 那么这也有 这个这个 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程度 那么你这个付出爱啊 那么表现是什么呢 一方面呢 就是这个谦卑 把自己的身份降低 因为你强者 才能去施予爱嘛 那弱者当然也有 那只是 也是啊 那相对少一些 那么 你呢 强 高 大 但是呢 又能 和这个 小 右 的同力呢 一样 把它去 一样对待 平等对待 也是一种爱心 那么说句实话 就是把自己呢 身段放低 不高 所以叫爱 也叫爱 这种爱呢 是什么呢 就是爱 把自己放低 把自己 降低 去对待别人 那就是 有谦卑的态度 后来由于你降低身份 不高 放低 就逐渐演变成 爱 爱化的爱 各自爱的爱 因为你能 小嘛 所以就是爱的意思 那么这个 当然了 这个爱呢 最初还有一种 就是在付出爱 对别人的关心 因为人人 其实爱与爱 都一样 都是既付出 又接受 那么在对别人 付出的时候呢 做得不足 不够分量 不够尺寸 那也就爱 有这么一层含义 那当然了 后来 演变 这个主要呢 就指着不高 低 就是爱 爱子的爱 那么 其实呢 祖宗也知道 还有一种爱 是什么呢 就是不求回报的 就是只付出 比如说我们父母 对子女 其实我们也都清楚 父辈 对子辈 孙辈的这种付出 真是不求回报 那不求回报 没有回报 没有就是白 当然我们那时候来 演变成 这个有白的出现 就是说 像血一样 是圣洁的 白的 没有什么 私心撒念 没有 还想叫别人 再去回报 那么这种爱呢 那么就是白爱的爱 和血一样 白 纯洁 不求回报的爱 那么慢慢的呢 这种爱 表示白 不求回报的呢 表示纯洁的呢 就成了白爱的爱 也是爱 一样 一个发音 那么 还有呢 那么我们这说嘛 这个 这个有 还有一种爱 叫一种 蚝草吧 就是一种野草 或者 其实它也是一个生命 一类生命 那么这个 草 我们叫爱草 为什么叫爱草了呢 是因为我们爱的时候 被爱的地方呢 把同类死亡了 我们要把它掩埋 不要让它在腐烂 过程当中 有异味 影响这个活着人的生存环境 所以我们的掩埋 死了以后 基于这种悲情呢 也不会说 把它当作食物 你就会把它掩埋掉 掩埋呢 因为有一种 这个情绪的延续 还要去寄托 这种所谓的 哀思嘛 思念 那么就会在那个 起一个土堆 其实以前掩埋也就是 把我们掩的坑 掩的坑 弄个堆 做一个标记 那么这个 以后 以后啊 好去思念啊 那么知道 它就是被埋在那个地方 那么在这种环境 我们今天叫营啊 焚营啊 焚 那么 就会长这种 草啊 叫人 去挨的时候的草 那么在这种环境里都能长得 埃草实际上在温带 甚至是在寒带都有 这个很普遍的一种植物 也生命力很强 实际上呢 这个 焚营的荒草呢 这埃草居多 野草嘛 所谓的 其实就是很自然的一种草 其实呢 是多年生的 这个植物和草一样 有种子的 是不是 癌子是没有这个种子的 那么 啊 所以这种植物啊 也叫埃 埃草 今天叫埃藤啊 什么 还有叫埃香啊 那是后来慢慢发展 那么其实还是指那种植物 那么 这个 我们啊 这种爱呢 还有一个啊 情绪啊 的发展方向呢 就是 耐心 耐心也是一种爱 那么所以呢 就埃啊 等待 耐心的等待 称之为埃 我 充分的给别人自由 实际上 我们人活着 就是这个样子 都崇尚的是一种自由 自己能够做主 自己说了饭 当然了 你做的对 下自由是没问题 由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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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啊 因为人有 根据规则 其实啊 生命都是如此 不过人的自由度大些 有不可被剥夺的 自由选择权 那么 我们在前面 分享了这个 爱 因为爱做的不够吗 做的欠缺 那也是 曾此 那么 也是爱 那么 你和爱子的爱 一样 这就容易 容易被混淆 所以呢 后来祖宗 又弄了一个字 带病字的 就是身体有氧为病吧 啊 呃 我们 在前面 一些经典的东西 跟大家分享了 啊 那么实际上是一种病 就是身体的 呃 跟 怎么说呢 正常的状态呢 的一种区别 的一种防 爱 哎 这个 那么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呃 做的不够啊 小气 呃 所以就是 又成了爱 狭爱的爱 哎 我们今天用狭爱 狭爱是什么 呃 就是做的不够 啊 从母中程度上讲 我们今天 说好听的叫狭爱 说不好听的叫自私 当时祖宗也没那么个词 自私 啊 那么就是 做的 在爱方面 做的 呃 只顾自己 只接受别人的爱 不失于爱 只爱 呃 不爱 呃 做的不够吗 做的不足 啊 做的这个 欠缺啊 呃 所以呢 我还有一个狭爱的 S啊 那么也是啊 从这个爱 啊 一个发音 慢慢就从这种 演变出来的 那么 这个 这个 还有啊 那么你只是狭爱 还好说 哈哈 因为 就是付出的少点嘛 当然了 呃 这是根据个人的不同 呃 因为 那个程度不一样 那么你再狭爱 啊 爱 就是障碍的爱 那就足 嗯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障碍的爱了 啊 那么为什么 会有障碍的爱 就是说 对我们的生活呢 呃 有这个 阻挠 啊 就感觉不 不顺 啊 为什么不顺呢 因为 爱上出了问题 就成了爱啊 能防碍到我们生活的一些 呃 跟这个真正的 那个前面那个爱心的 那个爱呢 呃 相悖的 啊 防碍 相反的 那就是防碍的爱 呃 那也是爱 那么 再大了 啊 自以为 其实自己很狭爱 啊 呃 就会 障碍自己的 生命的过程 那怎么障碍呢 呃 就是 真正的那个自己 人的这个本性呢 会让自己的身体 发生一些 呃 无种程度上说吧 就是不好的变化啊 我们今天说 呃 叫 哎 啊 嘿嘿 这都是跟这些都有关系的 所以一个人啊 天地无私啊 做得好呢 呃 这方面呢 障碍啊 或者身体的 呃 欠缺啊 痒啊 会少一些啊 你就不会有这个病啊 病 其实呢 我们祖宗对这个病呢 也是有认识 有疾 有疾 有病 还有 癌 癌当然是 今天 近现在才有这个词了 以前也有 那么 就是防癌的癌 防癌的癌呢 呃 啊 只管自己 不考虑别人 哎 那么 无路通通通上说的就是自私 自私了呢 老觉着自己不够本 哎 老觉着自己亏了 啊 其实人呢 有一个本性就是细胞的分裂和修复 嗯 你们每天都在动嘛 细胞难免受伤啊 以后跟大家分享人为什么会动 人为什么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会有损害 那么细胞会有损害 损害呢 通常情况下 我们真正的自己就去修复啊 呃 能修复的修复 你要看这个 怎么能 呃 尽量的节省啊 这个所谓的功夫啊 节省所谓的时间啊 节省所谓的材料 那么说 你修复 呵呵 呃 不能了啊 还有又愤怒 那你也能修复 但是不如重新造一个 那就会再进行细胞分裂 嗯 在这些呃 工作的过程当中呢 那修复 通常是比分裂要轻 那当然你修复工作加重的时候呢 就要分裂一个 就像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一样 所以有一张 有一个东西需要去老去修修修修才能用 那就不如再重新造一个 那旧子就会丢 是否为了新的 呃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那么也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当我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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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理身体的时候 由于惯性思维 老觉得自己不够不 自己 呸了啊 本来这个地方呢 你再分裂一个细胞 或者分裂两个细胞 就足够了啊 就能弥补到这个身体的细胞的损伤 结果呢 由于本性迷失嘛 啊 就会说不行 我分裂两个不够不 老觉得自己不够不啊 啊 在某些区域 呵呵 就会多分裂细胞 绞而绞之 就是 叫细肉啊 也叫什么多余的细胞 多余的组织 那么祖宗也是 这个东西是别人不能让我们得的 啊 这不是别人对我们的伤害 是自己对自己的伤害 啊 那么 就觉得 哎呦 嗯 当自己感觉到就要见头 就要反省了啊 那么就会有这种所谓的病啊 就是 今天所用的那个字叫 哎 哎 那么其实呢 是对自己的提醒啊 长了这个东西 自己要反省 要 自己身体为什么会这样 自己的所思所行 是不是有欠缺啊 那么因为得了哎了嘛 哈哈哎 哎 哎 那么就会去反思反省 当然了 接着不反思不反省呢 就加重了 哎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真正那个本性对自己的保护 比如说我老去偷人家啊 抢人家杀人家 我这个手腕的啊 就叫他长这个东西 叫他在这种做欠账 亏本的门门的时候 那少做点 他疼啊 就少做点 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啊 一方面对自己的提醒 一方面对自己的保护啊 当然了 你说这个哎 啊 我这么讲 为什么讲这么多呢 就是因为叫大家 真的去理解 武祖宗演变 这个文字啊 都是都是他有他的轨迹 有他的方向 有他的这个来龙去脉的 那么 当然了 这详情呢 也不是像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 就能解释的通 能够理解得了的 那么 当然了 这肯定是通的啊 大家也能理解 这需要呢 有更多的一些类似的信息 知识 感知 感悟 这种感觉 其实大家就是要去印证啊 你不印证 你再怎么讲都没有用 都不认可 那就不对吧 就是不接受嘛 那么 所以呢 需要更多的才能去讲通 我们慢慢来吧 我们先一点一点的 从这些文字啊 含义啊 那仅仅我们现在分享说字啊 那词啊 这个意思就更更多了 那意思也更多 所以我们先一步一步 跟大家就是汉字啊 这些 发音啊 里面的字啊 这含义 我们慢慢就跟大家去分享 理顺了啊 明正眼才能顺 别去模糊边界 转移概念啊 弄来弄去 大家啊 好像是有道理 那就是细路孤独 不能好笑啊 一定要绝对 所以真理是绝对的 那个天道法则 所以则绝对的 你讲这就错了 所以我们要一连一连 去纠正自己的认知 不能说还差不多 雅各国和谁大流 发不责众等等 这些都是让我们去模糊 不搞清楚 不搞清楚 就会糊涂 糊涂就会迷失 本性就不知道 为什么自己成为一个人啊 就会发生一些问题 好 那么关于 发音 哎 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字呢 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啊 其他的那些字呢 基本上用这些字都可以替代 只不过我们祖宗呢 文人嘛 啊 今天填个这个部首 那么改个那个笔画 演变的 其实呢 我们可能会用到 有些文章 有些信息的点击里头 会有这些字 这都叫生皮偏皮字 我们也没有时间去分享了 那么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好 谢谢大家 发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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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音乐